李嘉誠大減價賣樓後 劉嘉玲劈價千萬拋售香港豪宅 袁紅兵說法輪功書寫橫偉史詩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4月26日星期五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我是雪兒 香港樓市持續低迷 知名女星劉嘉玲日前降價上千萬港元 拋售香港豪宅 引發關注 之前香港富豪李嘉誠七折抛售香港物業 香港樓價亦跌回7年前 4月22日香港01報道 樓嘉玲出售香港深灣9號一間4房豪宅 這間190平方米的大匯營 叫價9,000萬港元 最終以7,380萬港元降價賣出 比預期售價少了1,620萬港元 香港黃竹坑豪宅深灣9號 屬於優質樓盤 劉嘉玲2011年以加進投資有限公司 Good Advanced Investments Limited的名義購買了兩個物業 花了7,765萬港元 這間出售的大匯營豪宅 買入價是5,272.8萬港元 值得一提的是 香港樓市低迷之際 劉嘉玲的先生 香港影帝梁潮偉 在2021年4月出售香港的一個商用鋪位 以1,350萬港元賣出 被2013年購入時 賬免虧損150萬港元 如果加上其他費用 損失大概230萬港元 劉嘉玲降價拋售豪宅的消息引起關注 在之前 李嘉誠在2023年以75折售香港新樓盤 相對於7年前的香港樓價引起轟動 今年3月 李嘉誠又以85折的價位 拋售上海的物業 相當於2019年的售價 李嘉誠以謹慎的投資策略著稱 他的拋售動作被外界解讀為有避險的目的 在此將投入房地產的資金盡快回籠 投入其他行業 受3年疫情及香港局勢惡化的影響 外企撤離 大量香港有錢人移民 出售物業 香港經濟下滑 房地產也陷入低迷 公開數據顯示 2023年香港二手樓成交中數 創28年歷史新低 只有29,690宗 樓價亦大幅下跌 從2021年8月的歷史高位 累錯近四分之一 樓市疲弱亦令開發商缺乏投資意願 競投出價亦相當保守 去年多達6幅地疲樓標 香港政府長期靠賣地增加財政收入 但2023、2024年度 地價收入只有194億元 遠低於原本預算的目標850億元 令港府陷入更加一步的財政赤字危機 今年是法輪功學員425 中南海和平上訪25週年 雷澳中國學者袁鴻冰表示 當年他親眼見到法輪功學員的上訪過程 並感到振奮 他表示425大上訪激勵了中國人民 反抗中共暴政的勇氣 法輪功學員25年的和平抗爭可歌可入 輸捨了一部反抗中共暴政的宏偉史詩 1999年4月25日 過萬名法輪功學員去中南海和平上訪 震驚中外 開啟在中共極權統治之下 爭取信仰自由和平理性反迫害的壯舉 法輪功學員上訪請願的氣因 在媒體不公正報導法輪功 法輪功學員申訴時遭警察使用暴力 當時超過1萬名法輪功學員 去北京市國家訪訪局所在的府右街 和西安門大街上訪 希望政府結束對法輪功學員的不合理對待 當時總理朱鎔基曾親自會見五位法輪功學員代表 並好法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任 重申國家不會干涉群眾練功的政策 在獲得官方回應後 學員散去 整個上訪和平落幕 呂澳自由主義法學家袁紅冰 4月24日在接受大紀元專訪時表示 當年他親眼見法輪功學員上訪的過程 並感到振奮 他說當年的那個過程我都見到 當時就覺得這個是8964之後 第一次出現這麼大規模的抗議中共暴政的民間活動 令人很振奮 袁紅冰說 25年前的法輪功學員和平大上訪 他認為最主要的歷史意義和價值就在於中共1989年 用坦克和機關槍鎮壓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的十年之後 唯一一次大規模的人民反抗 激勵了中國人民反抗中共暴政的勇氣 袁紅冰指出 中共是人類歷史上兇殘致極、鬼詐致極的極權專制政權 他見證以後通過各種政治迫害、軍事屠殺 乃至造成大饑荒 已經令將近一億人非正常死亡 對於中國人來說 他是一個魔鬼的詛咒 所以任何反對或抗議中共暴政的行為都是正義的行為 任何揭露中共暴政的活動都是值得支持和讚揚 法輪功學員的和平大上訪 在中共官方的宣傳措辭中 卻變成了圍攻中南海 袁紅冰說 人民具有和平抗議的權利 人民亦擁有在暴政前起義的權利 所有反抗中共暴政的行為都是合理合法的 而且法輪功25年前的那次抗議 完全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 整個過程井然有罪 中共污衊為圍攻 完全是欲加之罪何萬無恥 但從另一個角度說 法輪功學員發起的該次和平抗議運動 亦令中共暴政感到深刻的恐懼 他發現在殘酷鎮壓8964之後 民間居然還能聚集起這麼巨大的抗議能量 他們之所以瘋狂地鎮壓法輪功 與這種恐懼是有直接關係的 在425上訪和平落幕之後 時任中共黨魁江澤民秘密決定鎮壓法輪功 當年7月 一場慘烈的迫害運動全面鋪開並延續至今 而法輪功學員由此亦開始了長達25年的反迫害 袁紅斌對法輪功學員反迫害抗爭的種種葬舉 讚嘆不宜 他說 法輪功學員25年對中共暴政的抗爭 可以說是可歌可抑 輸寫了一部反抗中共暴政的好宏偉的史詩 法輪功學員不僅通過講真相來揭露中共極權專制統治的魔鬼本性 在整個抗爭過程中 法輪功學員還發起三退運動 就是退出中國共產黨及其附屬組織的三退運動 這個運動是從精神的層次上摧毀中共暴政 從靈魂的層次上令中國人通過退出中國共產黨的行為來自我拯救 這個運動是整個抗爭過程中一個值得讚揚的重大歷史事件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網站的數據顯示 直到記者發稿的時候 三退即是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數已經逼近4億3千萬 中共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進行迫害的手段令人忠無驚心 其中活習法輪功學員器官謀利的罪行震驚世界 活習迫害近年已經擴展到普通民眾 袁鴻兵表示中共對中國人民對東亞大陸上各民族的鎮壓 從來沒有停止過 他說中共建政之初以鎮壓反革命的名義 屠殺了兩百多萬已經放低武器的國民黨員 1959年中共出動幾十萬大軍對撞人的反抗運動進行大屠殺 另外就是對維吾爾人的集中形式的屠殺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又通過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 令成千上萬的人受到殘酷的迫害 在不久前他們還摧殘了殘餘在香港的自由 鎮壓了香港人民的反抗 袁鴻兵說中共在鎮壓法輪功中使用種種酷刑 以及秘密進行慘絕人環的活摘器官犯了反人類罪行 中共迫害法輪功初期各種抹黑宣傳鋪天蓋地 後來表面上這種喧囂一度沉寂 但事實上它污衊法輪功的宣傳始終在進行 近年來中共還利用微信群、承諾書、有掌握與舉報等等 要脅民眾參與迫害法輪功 袁鴻兵表示中共不間斷地對法輪功進行極其惡毒的污衊和攻擊 就說明了中共25年來對法輪功的鎮壓是失敗的 他說他本來想迅速將法輪功撲滅 但事實證明法輪功現在在中國華人群體中的影響 仍然持續存在而且在增長令中共暴政感到恐懼 袁鴻兵又說現在海外一種聲音 就是將中國共產黨的罪惡歸結於中國的傳統文化 他們想要孔子為今日中共的罪行什麼責任 這是一種荒謬的說法 其實從本質上說 中共暴政就是中華文化的一個死敵 他說中共從建政以來一直到今日 這個基本的政治方向就是 用來自歐洲的共產主義文化 來實行對東亞大陸上各國民族的文化性種族滅絕 而以文化大革命為標誌 首先被摧毀的就是華夏的文化之魂 他說中共黨魁當局現在重提所謂民族復興 傳承中華傳統文化只不過是稀世之談 中共只是在摧殘了中國文化的魂之後 又想利用民族主義的口號來鞏固他的暴政 今年較早時剛剛看過神韻演出的袁紅冰 讚揚法輪功學員致力恢復 武共產黨之前的中國傳統文化 由法輪功學員組成的神韻藝術團 以復興中華五千年神傳文化為宗旨 以純善、純美的藝術形式 展現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壯麗輝煌 每年在世界各地循迴演出 受到國際社會高度讚譽 袁紅冰說法輪功通過他們的文化努力 令大家認識到一個基本的道理 就是中共暴政在任何意義上 都不代表華夏的傳統文化 令華夏的傳統文化為中共暴政來什麼責任 這是極其荒謬的一種主張 而中國人要想得到心靈的拯救 就必須拯救華夏文化 特別是拯救華夏文化的靈魂 在這方面 法輪功正在努力做出自己不好取代的貢獻 在中國雖然大量的人明白了法輪功真相 但仍然有些民眾聽信了中共的洗腦謊言 仇恨法輪功 而在海外近期有個別人 隨和中共的說法抹黑法輪功 甚至在網上推波助瀾 袁鴻斌表示 中共對法輪功的種種攻擊 包括政治污衊 是中共所犯下的反人類罪行的一部分 那些跟著中共的政治自律跳舞的人 幫助中共來污衊法輪功的人 實際上就是起了維護中共 這個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專制政權的作用 他對這些人喊話 希望他們在歷史的關鍵時刻 能夠站在中共暴政的對立面 今天是《紀元頭條》的最後一集 在此多謝大家過去對《紀元頭條》的支持 因為近日我們的一些頻道 包括《紀元頭條》的頻道 同時被通知不可營利 所以我們做了一些節目的調整 我仍然會在此繼續守護真相 永不放棄 不過更多的是做幕後的工作 另外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們 例如在香港買《大紀元》的報紙 我們是合法註冊的報紙 瀏覽《大紀元》新唐的網站 還有《乾淨世界》 以及繼續收看我們在YouTube頻道的其他節目 再次多謝大家 我是雪兒 拜拜